曾任台流星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的陈时中 在不断地吹嘘高端疫苗未来会在世界各地被承认 可现实是一再地打脸 这是不是意味着高端想要出岛是彻底的没戏了 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努力地做各种的动作 去努力地去贴日本和美国的冷屁股 但是呢现实呢总是啪啪地打脸的 我们知道台湾的高端疫苗不仅是在日本 还是在美国都没有被列入许可 施打了这个高端疫苗的台湾民众呢 如果你去日本路径还要再做PCR检测 那这是让台湾民众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而且这个费用还不低要3500的新台币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台当局的这个防疫政策 历来不是单纯的防疫政策 而是掺杂了很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在这里面 所以呢在这种不正常的这个防疫政策体系之下 出来的这个高端疫苗是否可靠 就应当打上一个深深的问号了 任何一个疫苗它如果想要获得国际的认可 它必然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 以及经过权威评估的可靠的防疫 这个防护能力的这个证明 但是呢这个台湾的高端疫苗 它并不具备任何一种条件 但是为什么台当局又会拼命的去鼓吹 高端疫苗多么厉害 那其实有一些不可告然的目的 首先呢我觉得它可能是在为去年的这个岛内的疫苗荒 想挽回这样的颜面 之所以去年为什么实时的不进口疫苗 就是在等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很厉害会取得国际的认可 第二个呢其实目的就更加的一目了然 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大宗采购 这个不透明的疫苗采购 那么找借口做铺垫